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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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我是中文凌 欢迎大家来看《灵听主声》 今天是7月30日 经文在《时诗记》第十四章 1-2,4-6,8-14,16-20 题目是《玉与灵争战》 诗经说 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是人的女儿 参孙上来稟告他父母说 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是人的女儿 愿你们给我取来为妻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是人 那时,非利是人核制以色列人 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 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敲叫 又说得令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 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糕一样 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 过了息日子,再下去要取那女子 转向道旁,要看死尸 见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 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 到了父母那里,吸他父母 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 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 他父亲下去见女子 参孙在那里切摆然宴,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 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 参孙对他们说 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 你们在七日然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 我就给你们三十件衣,三十套衣裳 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 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 他们说 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 参孙对他们说 吃的从吃者出来 甜的从强者出来 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 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 提哭说 你是恨我,不是爱我 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 参孙回答说 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 七日然宴之内 他在丈夫面前提哭 到底七天逼着他 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妻 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 到第七天,日头未落 以前 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 有什么比物还甜呢 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 参孙对他们说 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族耕地 就猜不出我迷语的意思 以为华的令大大感动参孙 他就下到亚实基论 击杀了三十个人 夺了他们的衣裳 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一 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 参孙的妻变归了参孙的陪伴 就是作过他朋友的 昨日我们回悟 史诗记最后记载的一位史诗就是 参孙 让我们重温五位主要的史诗 和他们主要的敌人 第一以弗对抗摩雅 第二是底波拉对抗加南 第三是基电对抗米丁 第四是耶佛他对抗阿门 第五是参孙对抗菲利士 在公元前1075年至1055年 其中左手里面的以弗 和充满矛盾的参孙 两人都是独行合理 神比马罗亚夫妇 在多年的不育后得到一个儿子 起名叫参孙 他是神指定 以色列的事司 要将他们从 欺压他们的菲利士人手中 拯救出来 他偶然被神的灵大大感动 然而他通常 都会信从肉体罪恶的情欲 自从成年开始 他就被 拉脚在肉体和耶和华的灵之间 第一个证据关乎肉体 与灵魂的争战的时候 就是在参孙 渴慕娶这个 非利士女子的事情上可见 神禁止以色列人 与不信他的 迦南人通婚 尤其是终身作 拿西尔人的参孙 分别为圣 给神所用 娶非利士女子 更不可接受 虽然父母反对 参孙却一意故行 他随从肉体去行 虽则参孙不顺服神 神用他罪性的软弱 去成就神的旨意 第四节 作者注释 这件事发生的原因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 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他找机会 攻击 攻击非利士人 那时非利士人 核制以色列人 神不是要布局 要参孙犯罪 不是 神用参孙的罪 去压服非利士人 是叫以色列得享太平 如果参孙不犯罪 神会用其他方法 使用参孙 攻击非利士人 结果会是一样 就是非利士人敗退 第二个证据 是关乎肉体与 圣灵争战的 就是参孙 对结淨与不结淨的食物 那种胃口 参孙的拿细意愿 是禁止他接近死尸 在去亭拿的路上 他见到一只少壮的狮子 向他敲叫 又或凌了大大的感动参孙 他斥手空拳地 将狮子撕裂 没错 参孙是保护了自己 但是 在下一次去亭拿的路上 他经过死的狮子的尸首 见到一群蜜蜂和蜜糖 在死尸之内 他就用手拿蜜糖吃了 亦给他父母 两个都吃了 但不知道蜜糖 从哪里拿回来 这件事显出 参孙是不理会他的拿细意愿 他的胃口要即时得到满足 肉体特性 性灵却被 漠视不理 来到参孙的婚言 他就出迷 与向三十名 奔客 打倒 你们在七日延演之内 若能猜出意识告诉我 我就给你们三十件女衣 三十套以上 你们若不能猜出意识告诉我 你们就给我三十件女衣 三十套以上 12-13 他们竟然接受 当菲利士的朋友 不能猜出这个谜语的时候 他们就向参孙的妻施压力 要他 康控丈夫取得答案 他用美式 就哭着说 你是恨我 不是爱我 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 却没有一张意思告诉我 第16节 放纵情欲的参孙 再一次顺从肉体 他就告诉妻子听那个谜译 女人就告诉他的同胞听 为了你的兴趣谜语就是 吃的从吃者出来 甜的从强者出来 而答案就是 有什么比蜜更甜 有什么比狮子更强 参孙是讲及他从死狮子身体里 取了这封物丽食 他就立刻知道是妻子出卖了他 为什么参孙要用谜语 做这些不必要的打倒 听啊原来有很多葡萄园 盛产葡萄酒 他在自己的婚言上可以猜想 参孙作为叛逆的纳西尔人 很可能都喝了他不准喝的酒 是再一次肉体升过圣灵 犹豪的令大大感动参孙 他就去到 菲利士人的城 阿什基伦 在那里杀了30个人 抢了他们的衣裳 送给 猜中迷雨的 30个同伴 神给参孙超自然的能力 去战胜他的敌人 这是神使用参孙的软弱 去成就他的旨意 的例子 神用一个充满矛盾的人 去成就他的旨意 参孙从来 没有打算 守他这个纳西尔愿 他向肉体让步 又为所欲为 他不理会界线 圣灵给他能力 和狮子 和30个菲利士人 亚什基伦的人 争战 除此之外 他莫视 耶和华的灵 神为何要挑选他 他在神的执意下 神即地 成为 杯胎 为了拯救以色列 但他没有选择 迫到神 即或如此 神的目的 并没有出轨告取 我都有很多的软弱 可是神仍然用我 准管我的错失众多 他仍然透过我 引领一些人 可以得到永生 我再度遇上从前教会 一位青少年人 他回来多伦多探亲 自从在欧洲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他和夫妻在 中国執教 他们凝与主同行 我感谢 信实 广大的神 更之 我需要提醒自己 铭记 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话 因为 随从 欲体的人 体贴欲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欲体的 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 平安 原来 体贴欲体的 就是与神为受 因为不服从 神的律法 也是 不能 服 而且 属欲体的人 不能得 神的 喜欢 如果神的 灵住在 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欲体 乃属 圣灵了 人若 没有 基督的灵 就不是 属 基督的 因此我祈祷 主耶稣 如果我慶赫什么 我只慶赫你 透过在 十字架上的救赎 你的死 你就 在罪和死的生活中 将我买属回来 你差派復活的圣灵 进入我的里面 给我新生命 所以我无需 随从肉体活着 但我能够随从你的灵意活 我可以服在你之下 活着 只是为了取悦你 原谅我的软弱和差错 我靠礼你的圣灵 使我完全 主耶稣 我愿你来 圣灵呀 我愿你来 赞美主 阿们 如果你和我一起祈祷 我相信主一定 随听和祝福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那个响灵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一日上传的视频的通知 谢谢 多谢 请多谢 ung